比较清淡 适合老年孩子都会 这个呢 是我选择那种的草地羊 先泡 现在这天气泡六个小时 每两个小时换一次水 九个六 然后回头呢 您换水的时候您要血水冲干净 这个白肠蝎子呢 料不消太多 准备了这几块香料 就是连辅料的香料全有了 把这蝎子呢 要凉水下锅 给它烧水 这一份呢 生呢 在四斤左右 然后咱这些料呢 正好是做这一份蝎子 好 所以这时候咱们我呢 放小点 让它买一个水份出去 目前这社会呢 咱们就生活和工作呢 都比较紧张 假如大家要是没有这个时间 耐心的来做这美食 你可以来把我们变了一下 不但有烤羊蝎子 还有羊蝎子红包 吃这个 我觉得比羊肉吃着香 要是说光吃肉 两三口就顶不了 但是这羊蝎子不会齐了 咱们这个羊蝎子呢 这焯水呢 就可以了 这时候把料放进去 葱姜蒜 葱姜蒜 葱姜 这些料呢 给它放到一小匙里 现在这个料给它投进去 刚才咱焯了 焯了二十多分钟半小时 现在这盐就在下面了 一勺 两勺 三勺 四勺 搁它四勺盐 因为咱们用高压锅 第一 它不破形 它不会乱动 第二呢 它快速的能熟 咱把它拿出来 在我们羊蝎子店里边呢 我们是搬起一个鸡汤的锅底 但是今天呢 咱们在家里边就用圆汤 圆汤呢 味儿呢 可能比那个鸡汤呢 要重 切点香葱 这会儿咱这个清汤 羊蟹就做好了 就做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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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